加克力大厂宿美被男子抢房 今天上午金船爆炸 大火炎烧好几个小时 惊悚画面曝光 初步损失超过上亿 2024大选最新民调出炉 博客互抢声量角力激烈 南英内部多方角力则是杀到剑谷 金小刀在放话横侃侯下含上言论 德国对中国战略报告出炉 强调台海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 学者独家解析国际局势变化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今晚的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您好我是陈宜君 每周一到周五锁定自由追新闻频道 带您关心当天焦点话题 来看到今天一早 男子加工区一处厂房金船爆炸失火 而事发的时间点 刚好是今天7点半左右的上班尖锋时间 不断冒出的大火跟阵阵浓烟 是吓坏了不少通勤的民众 来进一步看到这次发生火警的 就是位于男子加工区内的压克力大厂 日伤的素美被 而起火点是位于工厂内的原料槽 里面的化学物爆炸起火之后 火势是不断的延烧 导致厂房全数烧毁 连带影响周边工厂也得停工疏散 而这一起火警 高雄市消防局是出动了将近200人前往抢救 另外还出动了消防机器人近距离对火厂的高温处来灭火 索性最后这场大火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不过工厂方面的产值损失目前出股至少有2亿元 那么这一场大火是从上午一路延烧了好几个小时 陆续有民众拍下了这些惊悚的画面 画面中可以看到铁皮工厂被笼罩在大火跟浓烟当中 在高温之下被烧到碳塌变形只剩下骨架 而这一次的火势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 就是因为起火的原料槽内装的正是高度易燃的化学物质 因此只能够等待槽内的物质全部烧完 消防人员才能够慢慢来控制火势 另外当地民众也反映火灾发生之后 其实周边地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包括加工区周边的胶管导致大塞车 以及闻到了阵阵的刺鼻塑胶位 另外看到附近的水沟盖竟然还窜出阵阵的黑烟 让人看了是触目惊心 而不少人也担心化学工厂的起火 会不会导致吸入有毒气体 对此高雄市府是表示根据现场的监测值 并没有立即的危险 另外环保局方面也表示 由于燃烧的气体仍然是有刺鼻性的 会持续来监测空气品质 提醒位于南子区下风处的居民 包括是左营古山等七个区的民众 尽量留在室内避免外出 最后是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表示 会针对工厂的火警 致电经济部长汪梅花 后续将会加强针对 加工区消防设备的检验 好接着政坛焦点来看到 国民党内换猴声浪四起 引发的风波到现在还没有落幕 蓝营党中央现在是在对换猴杂音发声 侯友宜进办的执行长 金普聪更用重话来形容 党内主张换猴言论的人 说他们就像青春痘的农包 一定要挤出来 这番话就被认为是在影射主张 喉下涵上的立委郑立文 而对于金小刀的农包说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今天是回应 目前还不打算祭出党继处分 还是倾向用呼吁跟劝说的方式 同时他也喊话党内应该要炮口对外 不要让对手赖青德选战打得太过容易 而针对金普聪对党内换猴言论的批评 似乎是杠上正义兄弟了 前立委蔡正元就怒呛 侯友宜找金普聪根本就是 勤鬼拿药单 还算金普聪本身就是比农包还严重的农水 前立委秋毅也讽刺金普聪一直以来的言行 根本就是权贵杀人 那么面对侯友宜阵营找来金小道救火 能不能够让低迷的民调起死回声 最新的民调数据今天也出炉了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在萨卡都的情况之下 仍然是民进党参选人赖青的稳定领先 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畏居第二 而侯友宜的支持度则是跌破了两成 在三人当中持续的垫底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 在选民的政党倾向上的调查 反映了蓝营的支持者 似乎也受到党内分裂情势的影响 相较绿营跟民众党来说 不但没有团结归队来支持侯友宜 还有超过两成的选民转向支持柯文哲 另一方面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究竟会不会独立参选 还是有可能持续造成党内挺郭派的分裂 也是目前蓝营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不过郭董恐怕还没有等到换猴成功 最近擒跑地方的举动 就会先下到柯P了 因为现在传出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 原定要在22号加场举办的 董事长开奖高雄场突然喊咖 根据柯振营的说法 疑似是把矛头指向举办活动的吴子佳 频频跟郭台铭接触才会喊咖 但是对于这样的说法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是大表不满 他表示明明是因为该场次的报名人数不足 但是柯振营却把舆论导向 是因为他帮郭台铭办活动 懦批柯文哲根本就是大头正 还算他的人气根本就过不了浊水戏 国际焦点来看到 英国与德国最近分别公布了 对中国的战略报告 两份报告都明确指出中国的野心威胁 德国甚至还在报告当中13次提到台湾 强调台海就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 战略学者独家解析 欧洲对中国台湾的态度 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 而这个转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从台湾的角度又该如何解读国际的变局 请看记者张卫珍的采访报道 英国两国昨天分别公布 与中国以及台海相关的战略报告 其中英国认为中国的野心 已经深入英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 而德国则强调台海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 并支持台湾积极参与国际组织 我国驻德代表谢志伟在联书发文表示 德国对中战略报告里13次提及台湾 可见台湾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更认为德国从过去的中国政策 转为对中策略 是因为中国变了 德国也应该要改变跟中国的交往方式 但是这次整个英国跟德国的中国战略报告 明显的把中国的角色这个凸显出来 那么这是显示出来说 未来整体对整个这个欧洲安全安全危险 影响最大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然后这个中国那么不是单一的 军事上的威胁 还由于中国的一个经济 那么全球影响力 跟它在区域的一些强势性的作为 那成为一个所谓的系统性的敌人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改变 跟以往不同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势力崛起 中国的这个强势外交 跟中国对全球影响力之外 那么还有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恶物战争 它这个某种程度 是偏袒莫斯科的一个思考来看的话 那么这些也会让这些欧盟国家 欧洲国家感受到中国是站在 俄罗是在这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当然就会直接影响到 整个欧洲安全的整体性跟完整性 现在欧盟整体性来看 对中国的态度是一致性的 把中国当成一个系统性的敌人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这些国家了解中国的威胁之后 那么经济交流 那么从中国得到实时的利好处 是不是能够抵消这个中国对于 欧洲安全整理性威胁所带来的一些冲击 那换言之这些欧洲国家 主要大国会面临经济跟安全 是不是可以兼得了一个矛盾态度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执行长 方登日前投书直言 所以中美竞争加剧 各国无可避免的要在美中之前做出选择 如果还想继续保持中立 与美中等距交往 几乎是越来越不可能 全球战略局势底下 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 相互依赖 或者说相互威胁 这个情境是存在的 我觉得不太可能切开 某个度各国对中国的态度 尤其是欧洲国家 那么他们当然深陷在于 所谓的安全跟经济 那么是否可以同时兼顾的一个角度 所以美国相关的制度就在讨论到说 在对最终政策方面 如果无法兼顾的话 要准备来应用这个问题 所以美国基本上 不会去跟他去连接化 或是去交往化 而是要透过去风险化 跟去多元化 或者是所谓的危机管理 在沟通这个角度来达到 逆时之间的贸易安全经济的利益 欧洲跟中国关系的一个走向 会受到中国跟美国 或是美中两大权力 这个互动的一个抽取影响 美国很多支付提到说 欧盟国家可能必须要选 那么他们也是一直在强调说 不管欧盟国家你要怎么选 那么毕竟跟美国 这个具有共同的在内利益 又是有共同的民主政治的价值 跟这个长久的一个安全同盟关系 所以应该还是要以美国为主导 来看跟中国的关系 我们两边结果是因为 究竟美国什么选 美国确定之后 才能够让这些欧盟国家 那么才有更多进一步 站在选择跟思考的一个方向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昨天出席东协外长会议 在长边与中共中央外办主任 王毅会面 也再次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 国王毅并未对此回应 只表示美中两国要拿出实际行动 争取双边关系重回正轨 并认为要坚决阻止会犀牛 妥善处理黑天鹅 彻底扳掉蓝路虎 为中美关系的稳定累积条件 排除干扰 所谓的灰犀牛就是说 美国支持台湾 参与各种国际组织活动 或是美国提供武器 透过王授权法案 强化跟美台的军事交流关系 黑天鹅是表示说 已经存在了冲突 蓝路虎这种意外事件出现 基本上就是强调说 双方要坦诚相见 要共通交往来处理一些问题 我们要累积双方的 这个合作的一个条件 提出来说 双方要相向而行 不能反向而为 他是认为说 美中必须要通过 全方外的战略交通交往 让两国必须要平等相向 美国不能再用大国 老大哥自来对付中国 而是用平等角度来 管控分离 管控分歧 才有办法能够让 所谓的美中战略沟通 经过一个新形态的 大国关系 做出贡献 当然美国也来得到说 中国的一个底线态度 所以会更谨慎地 来处理 涉及美中相关的战略问题 欧美国家陆续意识到 中国逐渐形成的威胁 纷纷对中采取去风险的态度 试图淡化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和阵营划分 不过面对美中两大强权加压 多数国家恐怕无法持续保持中立 还是得在安全与利益考量之下 选遍战队 接着张瑞珍采访报道 全球焦点继续看到 面对国际上美中两大集团的对抗 过去一直跟中国站在同一阵营的俄罗斯 最近因为俄乌战争战况焦灼 加上受到国际制裁等因素 战力是大受影响 现在传出俄罗斯总统普廷 将会在10月初访中国参加一带一路论坛 但是在种种的变数之下 中俄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 也再度受到关注 澳洲学者也分析 俄罗斯在这一场大国角力当中 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面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言 普廷的角色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马上带您来看专家怎么说 自从俄罗斯总统普廷下令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后 就成为国际谴责他罚的对象 而一向与普廷称兄道弟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什么角色 也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 美国智库学者孔明尚近日撰写专文分析 指出中国希望成为这场冲突的最大受益者 因为乌俄战争不仅削弱俄罗斯 若是战事继续延续下去 美国也可能因不断军援乌克兰而使战力受到影响 孔明尚认为对中国来说 中国从来就不是盟友 反而在地缘政治利益上互相冲突与竞争 现阶段是因为要共同对抗美国 才组成战略伙伴关系 一旦俄罗斯经济和军事变弱 对中国构成的威胁 不仅会变小 也会更加依赖北京政府 事实也证明 中国虽然不愿意谴责俄罗斯 但也不断借机行诉中立形象 更把美国描绘成延长冲突的战争贩子 虽然欧美并未认真看待这项说法 不过相关言论已在发展中国家过得共鸣 澳洲国立大学高级顾问史考特也认为 在这场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角力中 俄罗斯付出了代价 而中国则从中过得好处 史考特更以政治术语形容 普廷对习近平来说是个有用的白痴 他指出 虽然北京也不希望战争影响中国经济 或是反而让西方国家加强合作 并开始关注台海安全议题 但实际上衰弱的俄罗斯 却也让中国能趁势让影响力 扩及到中亚其他国家 其次中国也从俄罗斯身上 持续汲取有用的实际经验 从经济制裁到现代战争的造训等 以弥补解放军缺乏作战经验的一大弱点 而当中恶情势开始变化 普廷即将展开访中心 届时习近平会展现何种态度 也引发各界关注 最后进一步带您看到 俄罗斯内部的政权局势 现在似乎也传出变化了 有末日将军支撑的 俄军高层苏洛维金 在失踪多日之后 现在被华尔街日报爆料 其实包括苏洛维金在内的13名高官 在瓦格纳叛变之后就被关押起来 原因就在于他们被怀疑 知情或者是涉入这一次的叛变事件 而近期也传出有俄军前线的军官 只因为反映了前线的战况 艰困就遭到解职 专家分析这一连串的事件 对俄罗斯总统普廷的威胁是不容小觑 甚至可能冲击到政权 接着带您继续看下去 俄罗斯傭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叛变事件 虽然已在6月底落幕 不过所引发的风波至今仍持续延烧 甚至有可能危及俄国总统普廷的政权 华尔街日报史上后报道 在瓦格纳首脑普里格金发动兵变扣数小时 俄国国安部门已立刻出动 拘留了好几位高级将领 其中包括被怀疑知情不报的末日将军苏洛伟金 身为俄国空天军总司令的苏洛伟金 自内乱平息后就不曾公开露脸 虽然俄罗斯国会先前对外声称 苏洛伟金没出现是因为正在休息 但这样的说辞显然难以说服大众 有知情人士就透露其实苏洛伟金被关押在莫斯科 并接受训问 目前尚未受到犯罪指控 且克里姆林宫的肃清行动 比外界所知的范围还要广 至少13位高官被拘留训问 包括苏洛伟金的副手有定上将 以及总参谋部情贸总局副局长阿列克谢夫 不过两人都已被释放 目前停止中 另一方面 俄罗斯内部对普廷的不满也正在逐渐蔓延 南部军区第58集团军司令 普波夫少将日前出面提报 表示自己因为向军方领导层 说出乌克兰前线的监困情势而遭到解职 普波夫指控军方高层在前线士兵最困难的时候 竟选择在背后捅刀 而随着这项爆料出现 外界也都在密切关注俄罗斯政坛会产生什么变化 乌克兰学者米洛瓦诺夫分析 普廷垮台会分五个阶段发生 第一步是未能实现对乌克兰的目标 第二步则是内部对战争有疑虑 目前已走到第三阶段 也就是普廷对目标偏执 进而针对核心圈进行清洗 此外大西洋理事会学者 扎普波则专文分析 从苏洛伟金被关押到普波夫少将 说出真相遭果肃解职 都可能进一步激起前线部队愤怒 分析指出俄罗斯军队 是最有能力对政权发起挑战的一股力量 俄军将领被关押和解职事件 威胁性不容小觑 可能在未来几个月 对普廷的政权带来新的挑战 接着虎欣雅整理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自由报新闻 如果您对今天的议题 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焦点话题 我们下次再会